我是第一颗牛仔的模仿者唐朝 我跟我女朋友认识三年了 她也是做模仿秀的 她模仿田正的 当时呢 她对我的印象非常好 我也觉得她非常的珍藏 见她的时候 其实她穿了田正玩意 穿了挺多的那种衣服 后来呢 在网上看到她穿了 就不性感那种 当时我觉得 没想到这人 还这么漂亮呢 真的没想到 我就一下就 被她吸引了 那么在 我们俩成为 真实的男女朋友之后呢 我发现她是 一个非常非常好的男人 所以说我们在 这两年当中呢 我们相处的是非常的 快乐 我很幸福 前 一个月吧 她有一天她突然跟我说 她说 她说 北京有一个电影 她总是上了电影 而且还是女三号 我很开心地告诉她这件事 可是 得到的是她不理解 理解我 我凭啥呀 我觉得 这不可能呀 我问了她好几次 她也不正面回答我 我就觉得她是不是 被潜规则了 我们彼此都是做艺人的 我希望 我希望她能够理解我的工作 就像我理解她一样 她现在这种情况 我真的挺担心的 我真的挺 如果真要出现这样的事情 就完了 一切都完了 不管是谁吧 因为他们的脸是明星的脸 但是你叫明星的名字 好像总觉得有些别扭 还是让他们带着明星的脸 还他们自己最真实的脸 和他们的姓名为最好 让我们掌声请出 这样一对嘉宾 唐朝和安琪 来 有请两位 男嘉宾唐朝29岁 新疆艺人 年收入十万元 女嘉宾安琪 32岁 山西艺人 年收入十万元 来 有请两位 好 好恍惚啊 确实有点像 不知道唱的像不像 像 来一句 有多少爱 可以从来 有多少人 值得等待 当爱情已经 桑天苍海 师父还要 拥挤去爱 好 谢谢 谢谢 这是代表了自己的一个内心吧 这首歌 可以代表吗 对 现在你爱得很用心 对不对 对 好 我从哪开始问啊 从你们的相恋开始问吧 好吗 好 那个小片里面提供一个信息 特别有意思 你说他因为他是模仿田镇的 所以他衣服穿的很多 是吧 对 当你在网上发现他穿的很少的时候 你爱上他了 对 对 所以是这样吗 是 当时我们见面是 在一次电视台的一次晚会上 嗯 因为田镇嘛 穿的就比较 嗯 比较厚重的 嗯 我就觉得很一般 大家就 因为出于礼貌 我们大家就会 留了电话 嗯 留了QQ啊 就在网上经常聊天 嗯 有一次我很偶然 那天刚好也 也没什么事 我就把他的网站打开了 嗯 打开我一看 哎呦 真的 我突然发现他有一套 那个泳装的照片 嗯 做很性感 嗯 哎 我想他不会吧 这么瘦啊 又 皮肤很 很白那种 当初那个唐朝 什么地方吸引你的安琪 其实他吸引我地方就是他 他非常有才 写了很多歌 我非常欣赏 而且他这个人 呃 平时逢年过节会发一些信息啊 一些祝福的话语 我觉得这个人非常好 你比他大三岁 对 我看资料上面说你32了 他29了 对 今天如果可以的话 是不是就很快要结婚 呃 有这个打算 有吗 呃 想过 如果结婚的话 你希望他还是这样呢 还是说回家做全职 做一个贤妻良母 我当然觉得他应该回家 什么拍电影啊 就我就就就罢了就免了 为什么 因为他会平凡的跟那些什么导演啊 什么有些应酬啊 我也知道 我们都是做演出的 我知道该应酬的必须得应酬 但是我觉得对女孩真的是不好 你觉得他有可能被潜规则是吧 小片里也说了 呃 前两天他跟我说呢 他说有一个电影 他是女二号吗 女二号 当时我 我没有别的想法 我就问他 我说安琪 我这个电影 你拍这个电影 你是什么关系啊 你怎么拍了这部电影 他说都朋友 他非常轻微淡起来 说都朋友 帮忙了 玩吧 就演个电影 非常轻微淡 因为这个 这个导演 你说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给他我亲你 你给他说话的机会了 我当然给他了 你现在让他说吗 我看他一直都没说 都是你一个人在说 我跟这个导演认识 是一个大哥介绍的 当时是一个很偶然的机会 那么我认识以后呢 这个导演觉得 我这个形象比较适合 他这个片中的一个角色 那么他也是想 就是尝试让我去演 那么我呢 就是也非常珍惜这个机会 可能 可能没有跟你说 说的很详细 可能导致 就是我们之间的 误会越来越深 我想你们可能做模仿秀 大概有一种经历 就是当你上台的时候 大家看到了你那张脸 和你独特的声音 特别像你模仿者那个声音 大家会尖叫 对吧 后来当知道说 是一个模仿秀的时候 大家所有的挑剔 是像和不像 对吧 对 所以我说这种东西 就是很表面的 就好像你们俩在这儿 争来争去 其实都是表面的东西 你们情感内部那个核 到底在哪儿出了问题了呢 一会儿专家来诊断 来进入真心瓜子 邱比特问卷 三位老师 你们看到在他们争吵的背后 是什么 好像唐朝一直在不信任安琪 看唐朝在台上整个的表现 包括对安琪的整种不放心 让我想起 曾经看过的一个电影 就两句台词 这个男人和这个女人 二十年前是情人 二十年后又遇到 然后男人在电池上遇到女人 问她 你最近好不好 有没有遇到什么人 然后这个女人回了男人一句 她说 我作为一个女人 一直往前走 除了能遇到男人之外 我还能遇到谁 精彩啊 这句话我想送给你 就是说无论 如果你是这样的状态的话 无论安琪做不做这个工作 是不是演员的职业 她总要遇到男人 不管是男上司男领导 除了女人之外 她剩下要遇到的物种 就是男人 你怎么办 除非你把她放到真空里 对吧 当一个男人 已经在啰啰嗦嗦的 执着于表达 自己的愤怒的时候 说明他自己已经 蒙蔽住了自己的眼睛 看不清楚那些 结合上一场到这一场 我觉得为我们男人 感觉到悲哀 怎么都是男人 在猜忌女人 男人就这么没有自信了吗 所以我想送唐朝一句话 假实真来真亦假 你刚才说 耳听为虚 眼见为实 但其实眼睛看到的 也未必是真实 那么到底什么是真 什么才是假呢 我们该怎么来对待呢 全盘否定 太痛苦 全盘承认 太愚蠢 但是我认为 对于自己爱的人 和爱自己的人 还是全盘肯定 虽然愚蠢 但至少有人欣赏 因为那叫包容 我觉得唐朝好像每天都在幻想着 安琪被潜规则 如果安琪没被潜规则 唐朝好像很失望似的 因为你拼命地要让我们知道 他好像真的正要被潜规则 那你说吧 你如果觉得他被潜规则 我信你的话 没有 我相信他没有被潜规则 好了够了 只是他应该告诉我 发生了什么 没被还能发生什么 没被还能发生什么 你告诉我 你要听前面听后面 我相信他说的话 但是我 我控制不了我的心是吧 你的外形 还是从你所模仿的 迪克牛仔这个角色来看 都是一个很本色的一个人 很宽容的一个人 我认为今天在这个舞台上 到这儿来 你是真心想要解决问题的 但是可能在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 是你这样 不停地反复地来阐述 自己的一些想法 这个我可以理解 但是从现在开始 你要闭嘴 听我们说 听他说 听大家说 你好好接受一下 因为你说了那么多 你也会觉得 你觉得我有错吗 我不是说你有错 我是建议你现在 耐下心来听别人说 你才有受过 如果你是一个男人 你遇到这样的事情 我错了 我不该说话 我错了 我不该说话 你会怎么说话 唐朝来来来 你会认为没关系吗 没有 我觉得你坐在那里 我错了 唐老师我错了 我不说话了 来唐朝好 来 其实我 我们今天这个场面 其实我们的生活中就是这样 总是不给我机会解释 所以说每次导致我们的误会 越来越深 老师们对安琪有什么话说吗 安琪啊 你比唐朝大三岁啊 你认为这三岁大在了哪里 年龄上其余的可能他都比我大吧 你每次看到他这样喋喋不休的跟你来求证某些事情的时候 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很不舒服 很不舒服 除了不舒服之外呢 就觉得 我在他眼里 没有一个信任感 没有信任感 就是他永远都不信任我 我跟他解释 没有信赏吗 他欣赏是另外一个 但是对我更多的是猜疑 我说你对他的喋喋不休 没有一个欣赏吗 我很佩服他口才 对那就对了 那你就以欣赏的眼光来看 他其实内心还是 他给我的印象一开始非常好 很有才的一个男孩子 而且写过那么多歌曲 也非常好听 也打通过我 但是他真的生活中有一些地方 我们真的是无法沟通 所以每一段看似不可思议的爱情背后 其实都有他们自己的理由 包括有各自的需求 没错 其实你也需要这样的东西 有一些东西我甚至在想 是不是你故意做出来 让一个男人去跌跌 其实我想得到的是更多的 他对我的理解和包容和呵护 是不是 多一点 安琪我想问你 你觉得今天唐朝的这个样子 你该负责吗 唐朝在认识安琪之前是这样吗 以前都没有这样 就是 因为我们俩 可能是两个在一起 你一开始 安琪有没有享受他对你这种穷追猛打 然后喋喋不休 你在这里面恰恰看到了 在别的男人看不到对你的这种真和在意 他是独一无二的 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男人 所以那你们正好是一套嘛 正好啊 阿莱这才叫站着说话不腰疼 我们要是如果快乐的话 也不会来这里来调节 但是你知道如果唐朝对你不是以这样的方式去表示在意 他跟外边那些男人又有什么区别呢 我觉得他能够可能说话语气能够平和一些 不要那么老实非常冲动 像一个 没有 像一个就是那个 没有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就是今天我就突然 我突然被 他被那个帅哥给激怒了 我觉得 不理 哎呀我不知道我该说什么 我觉得我 真的我以前不是这样的 我相信 听听他的亲友团怎么说 来 踏浪旁观者清 来 来 唐朝的好哥们来说说 你哥们今天表现的怎么样 作为一个男人嘛 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对吧 嗯 唐哥这些担心也是 有些必要的 但是 刚才咱们专家也说了 爱情是建议在相信的基础上的 嗯 我觉得唐哥如果再给安姐一点空间的话 就更好 听你说话 你信任他吗 呃 其实 我说真心话啊 我我从心里心里面我信任他 你不信任那个圈子对吗 对 但是我想有些可能就是被放大的吧 对对 因此考量一下 你应该知道你最需要什么样的男人 这个男人适不适合你 你怎么又哭了 是我说的那个那那段话吗 嗯 很感动 他不他不信任圈子哈 没关系 没关系 唐朝也想一想 其实如果我是你我真的会选择相信安琪 我相信一切 一个我心爱的女人她为什么要对我说谎呢 只有一种情况 我把她逼急了 我把她逼疯了 我先疯掉才可能把别人逼疯去说谎 否则她没有没有理由要跟你去说谎 我要说的就是这么多 进入黄金六十秒 唐朝先开始吧 好好用这六十秒哈 安琪 我给你写过一首歌 这首歌的名字叫我有什么对不起你 我今天想把这首歌唱给你 希望你能够珍惜我们之间的感情 好 你是我花园里最美丽的花 我要用爱呵护着你 昨天晚上在花园里 开心的我和你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 你要离开我远去 我有什么对不起你 你把我抛弃 大概这种东西是很能让恋爱当中的女人落泪和感动的 安琪你的表白是什么 唐朝 我们在一起两年多了 那么一开始非常幸福甜蜜 后来我们也发生过很激烈的争吵 不管所有的一切 其实我也没有跟你去多计较 我知道你是真心爱我 可能更在意我 可是我希望能得到你的更多的理解 我真的不是你想象的那种女人 我不知道我们能不能再继续下去 如果可以继续你希望她怎样呢 我希望她能更多的给我理解和宽容 去包容我 还有话吗 没有 现在请两位回到原点 来 请回 好 请关门 一个是被爱情折磨得喋喋不休的男人 一个是现在看来好像在演艺圈有很多机会的女人 她们的爱情在这个现场被更多的不信任所包裹着 这种不信任能被消掉吗 爱还能够回到爱原本的起点吗 你们觉得她们是订婚呢 还是分手 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请表决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唐朝的表现 大家可以看一下今天现场的这种支持率 认为可以订婚的只占到百分之二十五点四九 大家并不看好这一段感情 那么这对男女主人公她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之后答案将被揭晓 一起来 五 四 三 二 一 三 四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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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结果可以接受吗 他的离开 我真的没想到他还很早 回到自己男人 尊严的男人那个状态去 可能很多事情会变好 三位老师 送给唐朝 必然送你一句话 唐朝 爱对方就给对方空间 好 感情有时候就像追求 你越想要越扑越远 所以你站住了 与其感情会回来 谢谢 我还是那句话 对待自己所爱的人 和爱自己的人